罗东政工所因应民众殡葬设施需求 解决寿源宝塔塔位不足的问题 自筹经费以1亿2千3百万元 来新建第二座的宝塔 而目前二塔的主体工程已经完工 工所投入了3千万元正积极施工 来进行内部的装修工程 我们二塔的这个 因为目前已经进工验收完毕了 那我们的一家的室内装房 市庄也都招包完成 也开始做市庄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对这个进工的工程 还没有做这个对外的一个宣布 所以我们会另外在这个疫情结束以后 对所有的乡亲好朋友报告这个喜庆 那也希望说这个市庄赶快的让它顺利完成 应该年底我们可以在对外的 把这个工程 这个建筑物对外开放使用 罗洞寿源二塔内部装修工程 规划有2千6百个个人塔位 53组的8人家族塔位 156组的10人家族塔位 另外还有1619个特殊宗教塔位 期望赶在年底前来完工 开始出售 提供仙人一处优质的供奉处所 保佑仙人以及后代子孙 宜蘭新闻记者 14名采访报导